小雪 你是老公 他们说的什么流 赶紧我走 不要走 你这是谁啊 你凭什么让我走啊 你这人 这是我叔叔 哦是叔叔啊 那刚刚对不起啊 叔叔 你有什么事 你跟我好好说 你这么胸干嘛 好好说就是他我跟你说 叔叔说的就是他刚刚 我跟你说你赶紧给我找你 你不是流的很吗 你打呀 你打我叔叔 又不是你打他嘛 不要说了 我叔叔刚刚来就是为了我们这件事情 他来他说想问一下 我还在跟他聊了还没说清楚 要不这样子吧 你都来了 你就坐下来 我们一起跟叔叔解释清楚嘛好不好 哦意思 他是说我们的事情然后回来的是吧 嗯对对对 哦那那行吗那行吗 来来来走吧 叔叔你你坐着吧 哎呀我跟你说一下干不好意思啊 你也坐嘛 好好好 啊叔叔不好意思啊 刚刚我不知道你是小雪叔叔 所以所以怎么了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不就是那个厚脸皮吗我跟你说 叔叔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男人 他在外面找了一个女人天天来来我们家炒 还把那个女的带来我们家闹 把我们家的门都砸坏了我跟你说更过分的是他还打小雪 啥咋 你还带着打小雪啊 叔叔你不要误会了朋友带着来打小雪怎么可能吗 没有叔叔是这样子的 嗯确实前段时间有个女孩子来 但是是浩哥的朋友 他也跟我解释清楚了他来家里面那我确实有了我两次 但是也没有我弟们说的那种严重 现在事情都解决的差不多了 那个女的他也没有来了 嗯 浩哥也跟我解释清楚了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了好不好啊 对的对的叔叔你不用担心啊 这个整个事情呢是这样子 是很多年前然后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后面然后啊有亲戚介绍嘛 然后因为我不喜欢他我喜欢小雪的 然后他就一直这里死残烂打的 然后每天就来啊烧到小雪 然后打打小雪的生活啊确实来过一段时间 但是后面的话都差不多解决解决解决好了 他都没有来了这段时间 所以说啊叔叔你就放心把小雪交给我吧好不好 还交给你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吗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你解释就是掩饰 我跟你说你没必要说这些谎言来骗叔叔 你知道吗叔叔 那个女的就因为他把那个女的带来搞这些事情以后 然后他他还负战累累了 如今他欠了几百万的账 你觉得小雪跟着他会幸福吗 小雪生活带着呢他老婆是过去的 那时候我带着好红衣服走走 你现在可以走了你不能 哎叔叔 我说你都叫你走了我跟你说 不你走我哎能不能好话说啊 你今天说 哎optic